大家好 我是Calvin 今集IB收息系列第42集 講講英國的WEEPS 先講稅務問題 我理解的是英國的WEEPS 它的派息是歸納為Property Income Distribution 即是公司層面不扣稅 派到投資者手上才扣 預購稅率是20% 所以預計去買英國WEEPS 就先預計會打個八折 英國WEEPS的數量不是很多 加上都是50隻左右 分類都有辦公室、零售、物流、倉庫、醫療 其他國家比較少的就是專門做學生宿舍 例如這間UTG 市值是做到37億磅 但因為疫情影響 最近的股價還未回到 同樣受到疫情影響 兩隻比較出名 就有LND和BLND 看股價表現不太好 一直都上不回到疫情前的高位 但兩看 現在這兩隻的PB都跌到低於0.5倍 即是一元的東西買5毛錢 有部份人可能覺得現在是值得買的時候 不過今集就不講這兩隻 我想講另一隻物流WEEPS 和另一隻市值比較小的WEEPS 第一隻想講的是SGRO 是英國龍頭的物流公司 市值115億磅 是一間現代化的倉庫和物流中心 可以看到它的業務主要在倫敦範圍 但亦都發展到歐洲其他地方 它的業務性質都非常多元化 物流業佔23% 實體和網上零售佔16% 它的客戶有Ikea、Amazon 送信包括佔11% 客戶有Wallmail、Fedex等 頭20個租戶已經佔了租金的32% 看看2019年的數字 它的Ending Percius就升了4.3% Diffidance升了10% 它的空置率是4% Loan to Value Ratio是24% 這裏看到它就越來越多新項目 它在2019年就有40個新項目 92%租出去 然後那個Year就有7.3% 再看過去幾年的財務數字 它派息其實都一直有增長 但應該追不上股價 因為前幾年還可以派到4厘 但現在已經跌到下去只有2.14% ROE一直都有雙位數字 然後PB現在是1.5倍 貴不貴呢?很難說 它又沒有新加坡的AJBU2.2倍那麼貴 但又沒有LND、BLND等等0.5倍那麼便宜 如果真的買就不能只看派息回報 要考慮股價有機會增長才合理 再看股價圖 看到五年的Graph 它五年間的回報大概已經升了超過1倍 它現在的股價也升穿了疫情前的高位 說到第二隻 第二隻是比較細隻和冷門一點的AEW 市值只有1億2600萬磅 它只有36個物業 就看到了 工業的有20個 辦公室有6個 零售有7個 其他類有3個 就這樣看相片 跟剛才相差很遠 有個感覺剛才是非常現代化 現在回歸現實 看看我的位置圖 物業不算集中在倫敦 分散在不同的其他城市 為甚麼都說這隻AEWU 因為它的Yield有10% 現在PB是在做0.87倍 公司每季都是派2個便市 即是一年有8個便市 這份疫情之後也沒有價格拍息 因為公司工業類的比例比較多 佔了48% 所以疫情的影響就有限 再說一些財務資料 它對上一年 Loan to Value就27.21% Occupancy就96.32% 即是空置都大約3.7% 接著它這個Property Portfolio Lat Initial Yield就有8.26% 即是用物業的買業價計 租金回報就有8.26% 我們再來看看五年的股價圖 因爲這隻VS常算新 歷史大約五年左右 之前的股價大約在一磅左右 疫情就跌到最低60便市 現在升上79.2便市 還未回到疫情前的高位 這裡可以看到 它頭十元的物業地址 股價 以及租金也看到 這裡也有說 最多10個租客 就已經佔了41% 租金回報 之前有些網友說 買外國VS就好像感覺隔山賣牛 是的 好像這隻AEW 每間物業有地址 有相片 還可以去Google Map 看實景 有股值租金 租客公司名 但還是不放心 好像在買一堆數字 但同時也有不少香港人 去英國買樓 很多是買樓花 不是煉樓 回報也不肯定 你們覺得哪一樣投資 比較穩陣 我沒有答案 純粹想知道你們的看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今集說到這裡 未訂閱朋友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看看 我們一起回應 你們看 ether